在县内新义乡原乡地区 早期因为受到基督宗教的影响 现在在每年的圣诞节 成为了各部落最大的节庆 宛如平地汉人的过年一样 在这一个月 每一家除了都会摆设圣诞灯 当日的晚会及火把游行活动 更是吸引大量外地游客来访 而在地利村的圣诞节活动 由于每年都是与临近的部落一统来举行 其规模盛大 来访的游客更是逐年增加 圣诞晚会是我们这附近的五个部落的 照会一起来办的 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合一 我们信仰耶稣的人的团结的表示 我们希望的吸引的 不是只有我们的信仰那是很重要 那加上一些游客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 更有一些比较特别可以吸引他们 过来这边 新一项的圣诞节活动 由于地方政府为了平衡城有南西 以及作水系的沿岸部落的观光发展 今年主灯转移在地利村办理 虽然在非假日来举行 不过还是吸引了很多游客 这也展现出了县内观光产业在地生根 我是从大甲过来跟我先生又回来娘家 带了几个孙子女儿都过来这边 太害了太高兴了 很酷很好玩很好很不错 然后觉得蛮有蛮有那种 人情味的真的蛮不错的 今年的话也是大家好像比较创意多 那个火把游行的时候觉得还蛮握心的 大家都这样其实是不错 火把游行在地利村已实行超过三十年以上 所以现场的民众以及游客 把火把的光线将部落照亮如天明 大家都拿起火把传递火种 让所有参与的民众感受到了浓厚的佳解气氛 热闹啊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这样子走在一起 这个热闹感觉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刚刚有拿火把跟原住民的朋友一起 走他们的那个就是绕他们的村庄 以前是没有这样的经验 对在台北就是顶多就是就是晚会这样子 可是没有这么的道地这样子 因为他们的圣诞灯做得很漂亮 对应该北的部落这边是最棒的 教堂终身响起部落也与世界天主教 同步进行了专严弥撒礼仪 传递出圣诞佳解的道领 此时主人与游客也抱着一颗期盼高兴的心情 一同等待这时间的到来 专严的圣歌歌曲弥漫整个山林之中 从游行 职业弥撒一直到晚会表演 共花了近六小时 在这一日的平安夜 宛如来到了外国般的情景 我觉得这个活动蛮好的 然后每年有这么多的原住民朋友都回到家乡来 然后一起到家乡里面的村落抱起来 我觉得蛮好的 而且现在这个活动真的是蛮了意义的 所以我每年都会来 很喜欢来这边走一走 本身就是大家信仰都很虔诚 那圣诞节非常重要 就一定会回到 看到族人以及游客们都能踊跃的参与 一元使清水 表达对族人以及外地游客的感激 有这样的机会 让地区的观光讯息 成功传递到全国各地 感谢各位全国的游客 还有我们乡亲能够共同一同来参与这个活动 让这个活动办得有意义 而且是在我们原住民乡在山上是很特别的活动 今天我们这次的圣诞节是很特别 因为以往都是我们的祖灯是轮流的 去年是在罗纳天主堂 今年就是在地利堂区这边 那我们这边更特别的就是说 我们能够跟基督长老教会 跟社区 跟我们天主教会 配合这样的共荣 一起共荣 这次觉得非常的好 这次点灯仪式在我们部落这样很好 而且看到人潮那么多 这对我们部落是真的很好的事情 今年的圣诞节虽然不是假日 但在外面工作或求学的学生 都不会忘记要返乡 而今年也犹豫将主灯蓄设在此地 这也是吸引大量外地游客前来的原因之一 人潮比以往多 这次联合办得不错 今天比较好玩因为很多人 对 今天来参与大家过来 今天好像人比较胜大人比较多一点 好像蛮不错的 今天这次人很多 这次也是无论是我们地利堂区的 还是本村的人 都很多人来参加我们这次的圣诞晚会跟游行 去年比较好像满洋春 可是今年真的是很热闹 这次的人比去年真的很多 虽然不是假日 最精彩的晚会活动 则在部落青年的现代音乐表演下揭开了序幕 因为晚会历年来都有临近的部落教会共同来办理 所以节目安排是非常精彩 从儿童到老人都要上台 以表达部落社区对这个重要加解的重视 其中又加上传统部落文化的元素 这也是活动最吸睛的地方 原住民的朋友都能够欣赏到 这个有水准的这个演出 那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让我们全国的游客认识这个地方 看到他们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特别 就我刚好跟我朋友讲我一直尖叫 要想要换他们的衣服 对 一定有机会的话会再来 会带更多的人来 对 在原乡地区能够长年的永续发展 此一特色 除了宗教与社区间的共同努力 最主要还是族人能够愿意投入参与 而这样的文化传承行为 才是活动最佳的基础动力 我们看起来我们每次我们远住民 很有那个力量跳舞 还是我说要想要发展 比较有比较有各种的那个表演 所以我慢慢就叫他们来这样做 放在我们山上来演出 跟都市来比较 主要是让我们弱势团体 尤其是我们原住民 也能够欣赏到这么有水准的活动 上古中二年级了就可以跟青年他们一起表演 刚开始都是在底下看他们表演 就很羡慕 然后今天很兴奋 因为终于可以上台了 可能会有点紧张啦 但是还是很兴奋 可以上台 都很特别 跳那个3D舞啊 还有一些比较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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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很多没看过的东西都有 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 目前担任教会 韩国籍的神父来说 圣诞节表演其实也是提供社区青年学职 学习文化传承的好机会 在一年当中也是唯一能够走向舞台 向众人呈现 而这样的文化保存发扬工作也是具有很大的正面协助 从小我们就这样的好好的要受教育的话 他们成长了以后一定会带动这个我们这边 在学习民的部落 所以我用小朋友教育的机会而来去做的 长大之后在外面念书 很少时间回部落 一回来的时候 大家都会想到很多 每一年都会有的很多事情 像圣诞节就是大家过年 然后聚在一起这样 所以我会觉得好像回想到很多以前的回忆 然后真的很棒 可能自己慢慢长大了 就会特别感觉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会反而要离开这里 去外面工作或什么 会比较有点感伤 因为不知道会不会还有机会了 都市的朋友们 或是游客们 能够到山上体会到我们山上非常好的空气 而且在山上一些景点 或是一些气氛 一块的气氛 活动的成功 除了部落族人共同的努力 议员使清水也特别向政府全职单位表达谢意 在目前县内财政短缺下 愿意协助原乡办理此年度盛事 强化了观光实力 让部落未来发展更具有竞争力 感谢我们县政府补助了一些经费 尤其是在我本人向县府争取了20万的经费 能够发挥在我们原住民乡 让我们的圣诞节朝向一个观光化 让许多的游客能够一起一同参与这个活动 圆明局跟乡公所还有农会 新一农会都这样的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这一次 祈奔这样的圣诞节夜当晚会 才能够这样的那么的快乐 新一乡原乡部落经过了超过30年的 圣诞佳节传统文化活动 不仅带给了族人们希望 看到这样的人潮以及热闹的气氛 在地人士也会一日馆处 也应该多投入配合 因为在所纳路的经营管理部落里 圣诞节活动是最佳的宣传好时机 希望就是在日馆处这个部分 可以把那些行程这个部分作为他们以后 吸引游客来我们的地理部落 附近的地理部落还有三个部落 就是双龙还有贪婪还有人和 圣诞节让外地的游客 借这个机会来看一看 圣诞节的前夕的一些气氛 充满着我们在我们乡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的有意义 据地方人士统计在这场活动当中 虽然成功吸引了上千人的观光人潮 不过现场因为少了推广在地产业 以促进经济的机会实在有些可惜 或许明年可作为参考改进之处 每年这样子办 其实我们因着日馆处旅游中心的平台 也要做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设计发展协会也在 接受那个我们的日馆处的一个计划 就是展演跳舞的这个部分也在已经在进行中 那旅游中心那个展演场应该是可以完成 那这个部分剩下的就是我们部落 看怎么样去引游客的这个部分 我会再继续努力 我们在这边的以后的市集 一些公寓的部分 不见得一定是要外面他们过来摆摊 我们其实我们的部落可以自己来 尤其公寓那些部分 我相信这几年会慢慢的陆续陆会成立 县内族群文化多元性 带给了我们更绝佳的观光资源 新银香的圣诞佳节代表新年的开始 这也是每当在年底时 为内旅游最佳的景点项目 不过在产业各项配合的推行 仍有改善空间 要如何更具体实现原乡部落观光产业 这也是劝责单位在必须思考 想出更好的方法来 明星王黄玉怀专题采访报道